抗老武有怀 这是真子丹2023年最新出演的武侠大片 天龙八部之乔峰传 影片一上映就好评如潮 那日 揪摩志带着一众手下来到客栈歇脚 他随身带着一个巨型牢笼 里面关的便是段宇 而乔峰早已在此守候多时 他用一根筷子揭穿了笼子上蒙的破骨 再用一根筷子解开了段宇的穴道 段宇大声求救 直言揪摩志要带自己去姑苏慕容博的墓前做祭品 话还没说完又被揪摩志一筷子点血 乔峰飞身来到揪摩志面前 想让他放断于一条生路 这应该是揪摩志最巅峰的时刻了吧 竟然能打得乔峰上蹿下跳 可惜 大势女虽强 但对手是乔峰 那么揪摩志是怎么惹上乔峰的呢 北宋年间 契丹族盘踞北方 建立了辽国 不断侵略大宋边境 让大宋百姓苦不堪言 为了抵挡契丹人的侵略 江湖涌现了许多英雄豪杰 自发组织不响 辅助宋兵抗击外敌 其中最出色的 就是丐帮帮主乔峰 乔峰武功高强为人仗义 最见不得不平之事 凡是有人不讲江湖道义都关我的事 因其光明磊落 致勇双拳 右肠率领部下抗击辽兵 故而成为叱咤风云 人人敬仰的大英雄 这天 乔峰在一家客栈歇脚 期间 一个满脸大胡子的吐蕃翻车 带着一口大铁笼子前来投诉 来人正是喜欢看人精良的揪魔制 而他铁笼子关押的 正是大理柿子断玉 大师啊 您楼下笼子里是什么东西啊 鸡笔 哦 原来是头牲畜啊 在以往版本的天龙八部中 我们知道揪魔制抓断玉 是为了断世绝学六脉神剑 而这里的揪魔制抓断玉 则是为了讨好姑苏慕容家 因为慕容父也想学六脉神剑 众所周知 慕容家祖传的绝技是斗转星移 以笔之道还至笔身 说简单一点 就是用对方的成灵绝技将对方杀死 六脉神剑乃是大理断世的不传武学 断正纯虽生性风流 但武功也不是盖的 他们搞不过断正纯 只能拿小王爷断玉下手 揪魔制自掘武艺高桥 言语十分嚣张 说是要将断玉当成祭品 献给已故的好友慕容国 遇见此等不平事 乔峰自然仗义出手 只见一根筷子飞出 断玉的雅学便被解开 可话还未说完 揪魔制便飞出一根筷子让其毙子 随后两人以筷子做暗器批评 姑且算作平手 紧接着乔峰施展轻功 一个闪身便来到了揪魔制对面 现在二人开始嘴活论道 乔峰拍拍胸脯表示 这桌韭菜我买单 断玉我带走 然而断玉对揪哥来说是无价之宝 所以根本不是钱的事 说吧 揪魔制还拉乔峰一同入伍 为慕容家卖命 然乔峰是什么人 北乔峰南慕容 一个是北方豪杰 一个是南方明流 两人连面都没见过 何谈卖命 既然如此 乔峰也不再废话 四小僧先发制人一拥而上 不料一个回合不到 就被乔峰的龙爪手挨个放大 四名铁头娃明显不服 亮出兵器在战 乔峰健壮也不再客气 掏出打狗棒以一敌死 不到片刻 三个铁头娃便纷纷倒地 最后一个直接被吓退 接下来 就是装高手的揪魔制了 相传揪魔制是一名武师 精通少林七十二绝技 成名绝技乃是火焰刀 后期的他还偷袭过扫地僧 可前期的他明显有些虚弱 才跟乔峰交手不过数个回合 便被夺了兵器 一脚踹飞数米远 就魔制酿枪地爬起身 这次他改变战术 开始玩法术 只见其双掌窜出火苗 以掌做刀攻向乔峰 一手烈火掌法恐怖如斯 这便是铁哥的成名绝技火焰刀 至于是用内力点火 还是铁哥暗藏了火药 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反正看起来确实有了起色 乔峰没有硬听 施展轻弓暂避锋芒 紧接着二人来到高台展开对峙 乔峰双手核实气运丹田 显然是要放大招 铁哥制不甘示弱 提气运力加大火力 接着就见乔峰一掌推出 铁哥制败了 但乔峰并未杀他 而是劝他挡够前后 买个好点的音响 说罢乔峰就带走了段玉 段玉仰慕乔峰的英雄气概 两人一起相投一箭如故 痛饮三大碗后 就此结为异性兄弟 经此一事 乔峰算是坏了慕容傅的好事 慕容傅也自然不会放过乔峰 将有更大的阴谋等着他 这天 乔峰收到帮内集账 约他与后山小树林见面 等乔峰赶到时 只见丐帮老中卿三代齐聚于此 原来在乔峰外出期间 丐帮出了大事 副帮主马大元遇害 长老们一致认为凶手是乔峰 因为只有他有如此身手 能将马副帮主一击毙命 马大元的夫人康敏更是出面作证 说乔峰就是杀人凶手 还拿出了一封秘性 里面藏着乔峰的身世 说他并非送人 而是邻邦之敌契丹之后 想必乔峰定是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所以杀人灭口 执法长老白世敬当场便要弹劾乔峰 而明眼人一看便知 秘性是真的 杀人是栽赃的 真相恐怕只有白世敬和马夫人心里清楚 就在这时 邦里德高望重的徐长老被抬了出来 讲出了秘性的来历 原来三十年前契丹大举入侵 一些中原武林人士在带头大哥的带领下 赶到燕门关阻击辽兵 殊不知消息有误 他们埋伏的并非契丹士兵 而是普通百姓 一对契丹夫妻惨遭误杀 留下了强宝中的婴儿 众人心生愧疚 便将婴儿送给乔三怀做养子 也就是后来的乔峰 乔峰十五岁时 败入少林选苦大师门下 后右偶遇盖帮帮主汪剑通 小火骨骼惊奇 英雄出少年 为盖帮立下赫赫战功 汪剑通对其十分看重 传授他降龙十八掌与打狗帮主 并指定乔峰为下任盖帮帮主 可尽管如此 却也不是百分信任 为防乔峰日后叛变大作 带头大哥写下乔峰的身世秘性 交与汪帮主 汪帮主临终前 又将秘性交给马大元 所以马夫人这才有机会得到秘性 而惊人证悟证据在 长老会当即要罢免乔峰 不过他们这算以下犯上 按照帮规 以下犯上要伸授法刀 几位长老岂会低头 正欲动手 不料乔峰却先一步抢过法刀 连捅了自己四刀 兄弟一场 乔峰不想大家兵戎相见 甘愿替四位长老受刑 将打狗帮还给丐帮 辞去帮主之位后 乔峰当众立下誓言 表示自己一定会查明真相 若他真是气单人 有生之年绝不伤害宋人 说罢就准备离开 可这时 马夫人康敏却不愿意了 执法长老白施敬也说 既然不是帮主了 那么就能动手了 不得不说 狼狈为奸的二人 真是狼狈为奸 我乔峰要走 谁能拦得住 就这样 乔峰潇洒离开 随后他来到家中 找父母问询自己的身世 不料推开门的那一刻却傻了眼 父母已倒在血泊之中 而此情此景 又恰巧被两个少林弟子撞见 乔峰 你杀了你爹梁 你果然是气单一种 没错 乔峰又摊上事了 杀害养父母 连续两次遭有心之人算计 看来这次 乔峰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将父母安葬后 乔峰冒雨来到少林寺 遇向师父悬苦大师询问真相 没成想乔峰问了半天 师父一点动静都没有 等他上前查看 发现师父已经圆寂 简直就是情景重现 好巧不巧 这一幕又恰巧被一个路过的小和尚看见 大喊乔峰杀了师父 很快大批少林母僧闻讯赶来 乔峰心知被人算计 只得施展轻功躲到了屋底 发现刚才的小和尚 正鬼鬼祟祟地往后跑 乔峰觉得奇怪 一把抓住小和尚便欲审问 却在此时 一本意津津掉在了地上 这时悬难大师带着众弟子也围了鬼 三条人命 外加偷到少林绝学 在众人眼中 乔峰已十恶不赦 悬难话不多说 上来就是一记大力金刚掌 乔峰面不改色反手一掌灵上 老秃驴便被震飞 然而他旁边的小和尚却也被误伤 准确地说 是一位带着小和尚面具的美女 乔峰不愿过多纠缠 提起小和尚 一个剑步就飞出了少林寺 那么这位假扮和尚的美女是谁呢 自然是阿珠 阿珠是慕容妇的婢女 一手一绒术十分了得 她受慕容妇指使 潜入少林藏经阁道取义精精 若成功得手 便告知她的身世 没错 阿珠同样身世不明 她的毕生心愿 就是找到亲生父母 乔峰侠肝义胆 认为阿珠受伤是受自己连累 便要对她负责 可一直用真气续命也不是办法 大力金刚掌的气劲刚莽霸道 当今世上只有薛神医才可医治 乔峰虽心急自己的身世 可为了救回阿珠 只能将自己的事情先放一放 经过打听 这位人称阎王敌的薛神医 此刻正在聚贤装 不仅他在 一大帮所谓名门正派的武林中人 也集结在聚贤装 为的就是联手对付乔峰 可还没等众人出发 家丁便来报 说乔峰前来败装 当然 乔峰并不是来挑事的 而是来找薛神医 接着只见一名白发老头 从人群中走出 恍惚之间感觉有些眼熟 他是不是在大街上卖过秘籍 看来卖秘籍也不景气啊 老薛应该是后来改行啊 把锅卖后 他拒绝了乔峰 理由是乔峰已经沦为武林公敌 不想贪事 此时乔峰说话了 说在场的各位都是名门正派 要报仇找自己 与这位姑娘无关 眼看薛神医就要被说动 这时马夫人却又出来作祟 乔峰爽快同意 不过开战之前 乔峰提议与诸位豪杰影下断一酒 喝下断一酒 决战中便是生死相向了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这群自诩名门正派的豪杰 竟无一人敢喝 场面顿时有些尴尬 这时马夫人走了出来 率先举起了酒杯 不过他却没有喝 而是将酒敬给了王夫马大员 有了这个开头后 各大派也不好意思在逃避 挨个喝下断一酒 最后一人名叫抱千灵 仗着人多势众 非要装上一逼 接着乔峰跳上擂台 甩开膀子正式开干 他身怀降龙十八掌的绝世武学 掌影纷飞拳拳到肉 一众武林高手 竟无一人能进其身 很快场间就倒了一片 最后还得是少林悬难大师出手 这老秃驴虽功夫一般 防御力却十分惊人 乔峰对着其脑袋一阵输出 愣是没什么大碍 就在这时 巨贤装两位庄主突然举动攻来 乔峰来不及闪避 荒荡一下被撞飞数十年 来不及喘息 盖帮四大长老又举刀杀来 这四个老家伙明显都有点东西 但是不多 面对昔日帮里的前辈 乔峰还是不忍下重手 只好提前放大 一招击败四大长老后 巨贤装的盾刀阵来了 上百人提刀举盾配合默契 将乔峰团团围住 乔峰丝毫不慌 一手降龙十八掌大杀四方 并给外挂偷偷冲了会员 二位庄主眼看情势不对 下令让手下全顾围上去 二人则拿兵器一阵乱统 可乔峰可是开了会员的人 只听轰的一声 顿正便被乔峰用内力震开 并顺势斩杀了一位庄主 紧接着他飞身入殿 两枪便将这对狗男女 钉在了木头上 正是执法长老白世镜 和马夫人康米 然而就当乔峰扶起阿珠时 却突厥背后一凉 居然是薛神医暗中下黑手 这时白世镜又来捕伤害 连中一刀一枪 乔峰性命危在旦夕 阿珠哭得伤心欲绝 说自己根本不值得他这么做 可乔峰却说值得 因为这段十日以来 只有阿珠相信自己 就在这时 各派人士趁着乔峰重伤 发动了第二波进攻 少林和尚双手合十 开始为乔峰诵经超度 乔峰虽身负重伤 气势却是丝毫不减 这番气势 顿时令众人不敢贸然上前 这时薛神医大喊 老薛是何等人物 那可是神医 即使下黑手 也知道捅哪里 刚才的一刀 已经刺伤了乔峰的气会血 令他无法运功 听闻此语 众人再无顾虑 叫喊着冲来 危急时刻 一名黑衣高手 打落房顶大灯 救走了乔峰 众人急忙追出 却早已不见 黑衣高手的踪影 马夫人气急败坏 当即就要举刀杀了阿珠 却被薛神医拦下 他要治好阿珠 一方面为保住神医的虚名 一方面为将乔峰引来 好勇绝后患 殊不知 下次便再也没有 这么好的机会 几天后 阿珠便已痊愈 可薛神医却不肯放他离开 另一边 黑衣人不停地用真气 为乔峰疗伤 他是谁 想必大家也都知道 正是乔峰的亲爹萧远山 原来三十年前 老萧被逼跳崖后 大难不死 躲在少林唐金阁偷学武功 打算学成后 向中原武林复仇 如今的老萧 已经挤身一流高手之恋 然此番救下儿子后 萧远山并没有与其相认 只是提醒他 不要忘记向宋人复仇 另一边 阿珠想要趁夜偷偷溜走 于是易容成薛神医的样子 可不料 刚巧碰到了起床撒尿的老薛 老薛一脸错愕 可还没等开口 便被阿珠掐住了脖子 他还想把刀偷袭 没想到阿珠反手就是一刀 临走之际 阿珠一把火烧了屋子 远处只留下老薛痛苦的哀嚎 第二天一早 乔峰赶到老薛的诊所来接阿珠 不料这里已经是一片废墟 看来 老薛头怕是凶多吉少了 就在这时 突然一根木桩飞来 乔峰担长接下 与对方较量了起来 来人正是慕容赋 慕容赋此来 是来拉拢乔峰的 宋人如此被欺欲你 不如你和我共谋天下如何 慕容赋乃是燕国皇室后裔 毕生心愿就是光复燕国 乔峰武艺高强 又是大宋之敌弃丹之后 他自然不会放魔 在他看来 乔峰已是武林功敌走投无路 此番拉拢十拿九稳 不料乔峰一口回绝 你我道不得不相为我 随后两人分道扬镳 乔峰要赶往燕门关继续探寻绅 阿珠也找来了这 历经生死之后 两人请定燕门关 相约一同查明各自的绅士后 便退隐江湖 做一对神仙眷乳 经过一番调查 二人发现 白世镜跟马夫人有一腿 就是潘金莲与西门庆的那种关系 于是阿珠一容成马夫人前来套话 果不其然 两人是受带头大哥指使 杀害马大元嫁祸乔峰 但阿珠却不知道 奸诈的白世镜早就看穿了他 还将计就计 谎称带头大哥就是镇男王段正纯 也就是段玉那生性风流的老爹 此时的老段正在燕门关附近的镜湖度假 乔峰和阿珠当即找了过去 来到后 便见老段正和两个女人争吵 年纪大的名叫阮新竹 是老段的相好之一 紫衣服的少女则是他们的女儿 名叫阿子 阿子还有个姐姐 小时候走丢了 阿子十分痛恨他爹吃肝抹尽不管事的作风 所以见面就放出暗器 乔峰及时出手挡下这一击 老段上前答谢 这才得知 乔峰是段玉的杰衣大哥 按备份 乔峰还要叫他一声伯父 可惜 乔峰此行是来寻仇的 不过他没有当场发难 而是约老段晚上喝点 我今晚来找你 好 就在这时 阿子不慎掉落的信物引起了阿珠的注意 让阿珠确认 阿子就是他的妹妹 这令他痛苦万分 不敢与亲生父母相认 因为老爹是心上人的杀父仇人 所以他要想办法破局 乔峰心里同样很纠结 老段毕竟是自己二弟的亲爹 这让他如何下手 到了晚上 老段已在船上等候多时 面对质问 老段全部承认 乔峰愤然出手 台长便将老段打飞 不过随着一张面膜飞出 乔峰顿感不妙 原来这个老段竟是阿珠假扮的 他的办法就是替父顶罪 临终前 阿珠将自己的身世全盘拖出 能放下仇恨 好好生活 就这样 阿珠死在了乔峰掌下 乔峰伤心欲绝 紧接着 乔峰连夜找到老段当面对质 老段也当面澄清 此事与自己毫无干系 老段声称 所谓的带头大哥另有其人 当年夜门关祖鸡辽兵时 他正在近湖度假 阮心竹可以作证 乔峰崩溃了 他和阿珠 都被那对狗男女给骗了 原来马夫人也是老段的相好之一 所谓得不到就毁掉 为了报复救情人老段 他这才借乔峰之手 杀掉段正纯 愤怒的乔峰直闯丐帮 要找白诗敬算长 谁知白诗敬已带领丐帮 投靠了慕容府 乔峰怒不可遏 两人当即开打 红行而来的还有阿子 他把康敏从后屋丢了出来 康敏此时依旧不肯低头 那么他为何偏偏要嫁祸给乔峰呢 原来当初 他最先看上了乔峰 可惜乔峰从未正眼看过他 后来他又与白诗敬相好 马大元因壮破他们的奸情 被二人联手杀死 又趁机利用乔峰的绅士 让他背上一身罪名 得不到的就要毁掉 这便是康敏 可惜从今以后 康敏再也不能拥有那张 让他骄傲的脸蛋 作为丁春秋的高徒 阿子一把毒粉甩出 康敏算是彻底毁了 另一边的白诗敬不是乔峰对手 被一脚踹飞 此时门外来了一队人马 领头之人正是慕容府 没有公子 杀了乔峰 我们共享天下 不料迎面而来的却是一阵剑雨 隔壁老王白市井 就此下险 接下来便是男慕容 被乔峰的对决了 这里的慕容府不仅手段出众 武功更是不俗 从他一心想得到六脉神剑 何以精精便可探出 对战之时 慕容府使出家传绝学斗转星移 复刻了乔峰的降龙十八掌 乔峰毫无防备之下 被一掌打成重伤 恍惚之间 乔峰好像看到了师父 听闻此语 乔峰似有所悟 瞬间满血复活 再次偷偷给外挂冲了会员 随着一招抗龙游回打出 慕容府就此被深埋废墟之下 此后 江湖再无盖帮帮主乔峰 乔峰改名萧峰 与小姨子阿子策马奔腾大辽国 这部电影名叫 《天龙八部之乔峰传》 故事的最后 慕容府并没有死 慕容博才刚露面 似乎还有续集 怎么看怎么有新版 《影天屠龙记》的感觉 还有 《带头大哥到底是谁》 电影同样没有交代 各位觉得是哪个老六呢 好了 本期精彩就到这里了 看完记得点赞哦 下期咱们江湖再会